针对空军F-16以及幻象2000战机接连失事 国防部长高华柱今天在立法院公开道歉 他说失事原因出判是机械故障导致 高华柱也希望各界支持空军基地飞行员 让他们早日恢复信心 菲律宾抢击渔船 政府大动作出动军舰护鱼 不过军方一周内接连发生F-16幻象战机坠毁 两起飞安事件让军方颜面尽失 我们非常遗憾短时间之内两架飞机发生事故 初步判断可能是机械的部分 进一步的更具体的市政出来以后会向大家做说明 两起这几意外国防部向国人道歉 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损失严重 各方催促军方详细调查失事原因 尽管国防部不认为是飞机太老旧 但立委仍然提出质疑 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都非常遗憾 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真相 应该把它找出来做好检讨 那真相都很清楚嘛 一个妥善力 一个弹药的问题 不是 已经长年累积了 不是 那个问题跟这只弹药的问题 跟妥善力的问题 因为你是拼凑的嘛 不是 怎么不是呢 不是拼凑的 另外立委询问向美军购进度 国防部表示双方一直在谈 未来理想的目标会以争取购买F35战机为主 新厂野太电视 陈辉瑶流自营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